我们经常说学佛人有时候单单靠自己学佛 不一定能够完全让自己能够如愿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有时候学佛要靠着导师 然后呢要靠着自己的坚强的信念 还有呢要靠着我们说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还有呢要懂得心里要有妙法 就是要开悟 还有的呢就是要懂得我们从别人身上 吸取一点学佛的这种经验 也就是觉悟的一种妙法 那么对自己学佛呢就会慢慢的开始原物原见 原物原见呢就是非常圆满的开悟 和非常圆满的见到了我们人间的真正的一些东西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不管是谁 学佛一定要懂得首先要相信 相信是第一法力 也就是说当你学佛的人能够相信佛法的存在 那你已经拥有了佛法的一个基础了 因为你不相信佛法 你不可能学好佛法 所以第二个就是我们要佛力 佛力有时候就是不可思议的 佛力就是佛菩萨的力量 因为佛菩萨的力量是一种无边无际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叫佛法无边 所以我们想到佛菩萨 你有时候浑身就会有力量 有时候想到佛菩萨 你就会增长智慧 这种力量是一般人 所能得到的吗 因为佛菩萨的力量 那是一种超宇宙的能量 因为它有了干净的思维之后 会产生出一种超能量 而这种就是人的愿力 这种愿力让人能做到很多事情 就像很多人因为有了愿力 他后来就成功了一样 所以呢 第三个力量就是自信的功德力 因为自信的功德力是不可思议的 什么叫自信的功德力呢 就是自己学佛法必须要有信心 这叫自信力 那么功德力就是你自己身上 有很多的功德 有很多做过的善事转为功德 那么你今生今世 前生前世 你身上都已经有一定的功德了 叫自信的功德力 还有自信的功德力 也就是说 你自己相信自己一定有功德 有功德能去除你的灾难 有功德能消除你的业障 所以功德是很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叫功德圆满呢 因为你做一点点功德 它并不能圆满 而你做了很多功德 而心不去贪 不去求 那么你就慢慢越来越有智慧 所以台长跟大家讲 我们要懂得三力 就是第一要有相信的力量 第一是法力 第二呢 就是佛力 第三呢 就是自信的功德力 所以希望大家要以平等心 一起进步 一起学佛 要有信愿行 要真正的 真正的 去用佛菩萨的慈悲心 来化解一切灾难 所以要用心克服烦恼障 不管什么样烦恼来了 都要用心去克服它 有时候我们身上的坏习惯 为什么会这么多呢 就是我们没有用心呀 如果我们能用心去克服它 可能就情况远远不会糟糕了 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一种能量和能力 来克服自己身上的毛病 所以烦恼的障碍就越来越多 所以习气越来越多 所以学佛人要修啊 越修越有力量 所以要把习气越修越少 把烦恼越修越少 这里面有个道理的 是什么道理呢 就是告诉大家 越修越好的道理 因为你越来越清楚了 你越来越开悟了 你越来越懂得怎么样来理解人生 看清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 你越来越明白了 什么叫幻觉 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我们要学习佛法的 怎么样来克服自己生活当中的坏习惯 怎么样让我们的 在人间的肮脏的灵魂 怎么样来能够去除贪嗔痴 使它成为一种纯洁的灵魂 所以我们说法力无边 是佛法无边的 我们不要贪小便宜 所以经常去贪小便宜的人 一定会吃大亏的 所以我们不能去占人家便宜 因为占人家便宜 有时候就叫妄念 因为占人家便宜之后 你会愚痴 愚痴 你就会慢慢的变得非常的傻 而且呢 就是会慢慢的修不出自己的心性来 不能让自己的本性 得到在你的境界上的提升 所以台长希望大家学佛 一定要懂得我们吃苦 随遇而安 我们今天随缘了 我就是逢静随缘 因为缘到境界的变化 我随着这个缘分 你愿意跟我好 我们就好下去 你不愿意跟我们好 我们就交个朋友 说不定哪一天 你一定会把我作为一个好朋友 看待 所以随缘 就是要让自己的心 随着一种自然的缘分来走 而不要去攀缘 缘分这个东西 不是说你想有就有的 所以要学佛人 要懂得 身心都是幻望 因为你身体上今天需求的 和你心里所需求的都是一些幻觉 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 这就叫幻觉 就像一个小孩子 拿到钱开心得不得了 买了东西之后 找回来 只有几个钢瓣 这就是幻觉 因为钱你是不能把它留住的 你这个命都留不住 你钱能留得住吗 所以需要的 修心学佛的是实体实性 那么实实在在的体 实实在在的本性 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我们的身体会坏 但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身体 就是我们的灵魂 而这个体 就是我们的境界 就是我们永远跟随它在一起的 我们的真正的灵魂 和真正的学佛人的本性 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修心 希望大家努力 我们有时候做人 不是做一阵子 而是做一辈子 我们学佛不是学一辈子 而是我们要永远脱离六道轮回 所以真正的学佛的境界 是我们的无常的 无常的这种幻化人生 所体验出来的一种假我 而这种身体的假我 能够让你暂时得到一些满足 而真正失去的 就会是你的灵魂和你的身心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地学佛 境界提高